第1407集 比起云楚寒第一次看到杀人时的惊恐 云西眼皮子都没眨一下 他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里面血淋淋的手术刀 哼 杀人了又如何 这样你胖吗 杀 杀人是要坐牢的姐 你不怕吗 他不信他不怕 可刚刚他下手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 根本不像是怕当事的人啊 云西戏谑地勾着唇 抬眸看了云楚寒一眼 为他还抱着的天真幻想忍不住吃笑 恰恰是这样的高傲不屑 让云楚寒既嫉妒又惧怕 这般强势嚣张 一直都是他想要达到的高度 他在云家迎人努力了那么久 到最后还是渺小的可有可无 而云西呢 他已经越走越远 已经站在了让他仰望的高度 偏过头 云西猛低山手 扣住了云楚寒的下颚 让他看清楚了倒在血泊里的绑匪 云楚寒 好好地看清楚 这便是站在少帅身边的代脚 随时要面临死亡 随时要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 你以为坐了少帅夫人的位置了 就风光无限 一人得到鸡犬胜天吗 还能把曾经亲见你的那群人踩在脚底 如果到现在你还这么想 那你真是太天真了 他抬手 把手术刀背 在云楚寒惊恐的脸蛋拍了拍 苍白的脸顿时多了两个血印子 你以为站在他身边 挂有脸蛋就够了 云楚寒瞪大了眼睛 看着地上的绑匪 深层的恐惧笼罩着他 让他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扯到少帅 他到底还是不甘心地 臭臭眼角 咬着牙 把下巴从云西手里甩开 哼 分明是你自己得罪了别人 这跟少帅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惹的事 别让少帅为你背锅 为了能站在少帅身边 能成为他喜欢的那个人 他云楚寒努力了那么久了 满心满眼都是崇拜 和盲目地努力 就算他现在怕得要死 他也不会因为云西的一句话 而轻易改变自己 坚持了那么多年的梦想 云西右手宝丸的手术刀 输得一停 云楚寒的吃惊万想 还真是超出了他的想象了 他是军国的少帅 案里面有多少把枪 对准了他的脑袋 说了你也不会懂 想要站在他身边 这样的绑架暗杀都是家常便饭 运气不好 说不定被撕票或者被轮了 既然你这么天真 那你在这里跟他们好好地探讨一下 被他们这种绑匪绑架 会有什么后果吧 云楚寒还被绑着 被云西这么一威胁 顿时脸色刷白 地上的绑匪虽然腿骨折了 可到底还是个男人 也还有力气 想要对他动手并非不可能 不 我不要 大姐 你快放了我吧 我要回家 我不要待在这儿 求求你快放了我吧 我要回家 你这样 还想要站在少帅身边呢 云西轻耻了扯嘴角 转过身 割断了他手里的绳子 起身走到了那个被砸了一刀 倒在血泊里的绑匪 他下手还是有分寸的 这一刀子没有砸得要害 最多也是湿点血 救得及时了 也不至于危及性命 一解脱 云楚寒虚脱地倒在地上 双腿发软 扎着尿渍的裤子被风一吹 冷得他直发抖 空气中还有难闻的尿骚味 比起云西那副血淋漓的狼狈样 他这个样子更加难堪 更丑陋 也更加地丢人 他这个样子更加强的尿骚味